苗栗桃份大橋的鐵護欄被衝破 曾信駕駛當時開休旅車 往這裡撞 墜落了三米深 掉到橋下的砂石場 鐵管就是護欄的一部分 撞斷後剛好插進車內 曾信駕駛胸口遭到鐵管 穿插有大面積撕裂傷 當場沒有呼吸心跳 送一擊救海誓宣告不治 但他是怎麼撞的 我只有聽到好像倒玻璃那樣的聲音 全部圍起來怎麼一個洞 好幾分在那裡 休旅車掉在草叢間 車裡變形 根據警方初步了解 41歲的曾信駕駛三號早上9點多 開車上班途中 沿著頭份振興路往中正路方向行駛 還沒開上頭份大橋 目明原因就突然偏離車道 開上人行道撞破護欄墜落 應該是數很快才這麼高回下來 也沒有意思了啦 對啊 胸口有個插一個洞 曾信駕駛的爸媽接獲警方通知 表示兒子是公然 平時沒有住在一起 但沒有相關病史 怎麼會突然開車撞護欄 加上當時傷失嚴重大量出血 也無法抽血檢測酒精反應 還要等法醫相驗 釐清車禍原因 TB新聞謝古鑫 苗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 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